记者李中县台中报道,家住高雄的22岁于姓女子北上到台中找男友,大白天趁男友不在家时喝毒咖啡,她疑似太嗨,竟跑到隔壁公寓顶楼脱光衣服唱歌,邻居下到报警,与女见警察来才回神,拿玉金遮掩,也坦任欺毒,被医毒品罪嫌送办。 与姓女子上月底北上台中大雅区找联系男友,并且同居,八日下午二点多,她趁男友去上班,在家喝茶友摇头玩的毒咖啡后,疑似药效发作,竟跑到顶楼,跨越女儿墙爬到隔壁洞公寓顶楼,直接脱光衣服,当场大叫,唱歌,邻居听到后上楼查看,发现竟是不知哪来的轮女,举止怪异,立刻报警。 丰园分局马刚派出所说,与女发现警察到场后,突然回神似的拿着手中的玉金遮掩身体,蹲在墙角,警方告诉她,如果衣服在这边,就先穿上,与女才赶紧找出衣服来穿。 与女向警方公称,她喝咖啡后才这样,警方当然不相信,经查和身份,确定她有毒品,前科后,要求她带到住处,果然在浴室发现两包毒咖啡及三个使用过的毒咖啡包装袋。 警方追问这是什么毒品,她竟还拜说是咖啡啊,朋友都说是咖啡,接着财坦成是毒品,用来减费用。 训后依毒品最前将她送办。